在电动车领域合资品牌真的要完蛋了 但是有一个对手我们不得不防 请把你认为的对手先打在弹幕上 老规矩解读一下6月份新能源市场的销量情况 6月汽车零售量总量达到了6年的新高 一共卖出了194.3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量为53.5万辆 同比大增127% 渗透率也达到了27.5% 其背后的核心逻辑在于各地的补贴和优惠券的频出 按照相关的信息显示 今年下半年各地的扶持将会持续的加码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的总销量为226万辆 全年有望冲击500万辆 乘用车市场结构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 新能源汽车的整体走势已经大幅优于燃油车了 虽然说6月份车市回温重新占到了150万大关 但是纯电车型已经无限接近于50万 插混也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 相信用不了多久 这张图就不再需要两个技术单位了 渗透率表现中豪华品牌6月份表现出色 依靠特斯拉接近7.9万的集中交付以8.7万辆的总量 拿到了28%的渗透率 环比提升了425% 创造了历史新高 合资品牌6月份稍微有一些回血 燃油车卖出78万辆 新能源卖出3.6万辆渗透率仅为4.5% 但即便如此 合资车的市场份额也在大幅度缩水 从19年到21年 合资燃油车的销量分别为1072万辆 983万辆和899万辆 而今年上半辆仅仅只有368万辆 甚至快速增长的新能源领域 合资品牌前天的销量也仅仅只有8.3万辆 10万辆和21万辆 今年上半辆的14万辆并没有明显的提升 此销比不涨之间 合资品牌的压力会愈发的大 之前比较吃香的15到20万领域 已经被插混成型抢走了不少的市场份额 而他们似乎没有太大的招架之力 更加可怕的是 这3.6万的销量中 有63%来自于大众的ID系列 剩下的份额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弊端市场 也就是说大众在蔚来一定会成为自助品牌最强劲的对手 自助品牌这里很有趣 燃油车41万的销量同比下发4.3% 新能源汽车也是41万了 同比大增了127% 这是自助品牌第一次出现香蕉 渗透率也达到了惊人的50% 很有可能从下半年开始 我们就会见证全新的历史 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会超过燃油车 再来看一下市场结构 纯电市场轿车占比为62% SUV为37% MPV经济只有0.9% 这里除了比亚迪秦汉等车型以外 红光明因为这种A01级小车 被固化为轿车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插混事上则完全相反 SUV的占比高达61% 轿车为38% MPV经济只有1% 这里主要的贡献者 依然是比亚迪的宋家族和理想万等车型 从城市结构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量级和种类还不够齐全 很多时候是由重磅新车来决定市场结构的 而并非是消费者的主观喜好 新能源汽车级别中A01的市占率有了明显的下滑 从最高的49%下滑到了27% B级车市场提升比较明显 目前以30%占据榜首 这也充分的说明了 目前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认可 都正在逐步的提升 不再是单纯的政策车型 插混流于不需要过多的解读 目前还不具备太强的说服力 基本上都是由比亚迪的销量组成的 整个6月份新能源市场表现异常的油猛 一共有16家车体突破了万辆 这16家也占到了新能源总销量的85% 其中比亚迪优势非常明显 之前三分天下已经逐步被拉开 呈现出独一档的局面 红光迷你因为下滑 也导致了整个武林的后进补足 特斯拉6月份集中交付 再叠加之前停工等等影响 交付量达到了78906辆 创造了国内交付的新高 出租租赁领域 比亚迪5月份销量不错 拿下了深圳 苏州 南京的冠军 吉利也占据了成都和杭州的榜首 私人纯件领域除了杭州的特斯拉 广州的广汽和郑州的武林之外 其余高商量的核心城市冠军 均为比亚迪 私人纯件没有任何悬念 第一全部都是比亚迪 第二除了佛山之外 也均被理想外占据 这也是一份非常凉不起的成就 好了 以上就是6月份 新能源市场的一个销量数据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就这样吧 拜拜